水对于维持人的体内平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,就是由于水可以运输各种营养成分,还能帮助排泄体内垃圾,体内缺水会造成体能下降,疲劳加重等情况。 俗话说,要补不如食补,食补不如水补,一句话说出了水对人体的重要作用,水有利于健康,还可以辅助一些疾病,喝水可以排毒。 许多人都知道在清晨喝一杯水对身体有好处,所以会在睡觉前晾上一杯淡盐水或蜂蜜水,有的人甚至为了美败而喝柠檬水,其实清晨喝水最好还是凉开水,因为经过一晚上的睡眠,体内有许多毒素需要排出。 这时不含糖的白开水是最好的选择,而含有糖分的水,在体内需要转化的时间,不能达到快速净化身体的效果。 所以,清晨的一杯白开水有利于排毒,感冒了要比平时多喝水,在感冒的时候,经常听别人叮嘱要多喝水,这句话是有道理的。 当然在发伤或感冒的时候,人体自我保护机制会使体温降低,就会出现出汗,皮肤的水分蒸发过快等情况。 这时人体是需要大量补充水分的,感冒时多喝水不大有益于排尿,还可以使病均快速排出体外。 便秘时应该大口喝水,便秘形成的原因其实很简单,一是因为肠道缺乏排泄能力, 二是因为体内积存了作变,第一种情况的人应该大口的喝水,而且咽下去的动作要快,这样可以使水很快进人尝到,刺激尝到,促使人体排变。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,应该在日常生活中,适当的多喝一些水。 身材丰满的女人应该饭后半小时喝水,相减轻体重,就需要喝水,适当的喝水可以避免肠胃功能紊乱。 如果在饭后半小时喝水,促使身体的消化功能加强,帮助女性维持好身材。 心脏功能不好的人睡前喝水,在睡觉之前喝水可以防止心肌梗或心脚痛等疾病。 心脏病多的是由血液粘稠度过高造成的,人在睡觉前如果不喝水,就容易引发血液粘稠现象。 在睡前喝一些水的话,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。 咳嗽时要多喝热水,喝水可以增加排尿次数,使身体中的毒素随尿液排出体外。 热水还可以吸食因咳嗽而产生的痰液,使其顺利咳出。 热水还可以缓解体管粘膜的水肿和冲血症状,使人感觉舒畅。 咳嗽症状也会随之减少,胃不舒服的时候要多增加水的摄入量。 在感觉胃不舒服的时候,可以采用水养护的方法,使自己的胃感觉舒服一些。 所谓的水养护,就是多喝一些粥,粥的温度要超过60度。 这种温度的粥比别的食物容易消化,而且粥中含有大量的水分,能够润滑肠道。 并把身体内的有汗物质带出体外,其中很适合肠胃不舒的人使用。 失眠的时候用热水按摩,热水对身体有独特的按摩作用。 进入睡眠状态是一个体温下降的过程,所以人在睡眠过程中,需要一个温暖的环境。 睡觉前用热水对身体进行按摩,除洗热水浴,泡脚等可以使体温升高,有助于人们渐进进人睡眠状态。 产生怀疏感时,要多喝水,女人的生理反应和情绪有一定的联系。 这二者之间的纽带就是激素。 激素可以分为这样两种,一种能使人产生快乐的感觉,另一种则会使人有痛苦的感觉。 由大脑制造的是快乐的激素,又被称为坏或荷尔蒙。 由肾上腺制造出来的激素被称作痛苦荷尔蒙。 当人在感到难过的时候,肾上腺素就会急速上升,它让人产生烦躁的情绪。 这时,应该多喝水,使肾上腺素和体液一起排出体外,可以有效缓解烦躁的情绪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